暖暖的小黄灯看起来就像农夫的斗笠一样 一个一个挂在水源国校的图书馆里 水源国校旧的图书馆使用近30年 校方在103年度启用新的图书馆 引入附近常见的农餐为概念 并加入许多木头地板 矮书柜方便小孩子取用书籍 我喜欢这间图书馆 因为这有些书是我有感兴趣的 就是漫画之类的然后有科学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后面 坐在那个台阶上面看书 然后那边风吹进来就会很凉 为了打造儿童的幸福城市 新竹市长林志坚来到水源国校图书馆 希望吸取美学概念 为市府推动的新校园计划预做准备 今天我们特别来到水源国校 来参观我们一个过去一个旧的图书馆 一个旧的空间 透过我们设计师的一个巧思 将它打造成故事农昌图书馆 那我们也都知道水源国校座落的位置呢 是我们新竹市 这个农田凉田产区 这个产粮食的最多的一个区域 那这个周遭的环境呢 都还保持着非常好的农村的样貌 所以这一次这个图书馆的再造的过程当中 郑伯仁设计师就用了这样子一个环境的一个概念 希望提供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充满故事 但是一个农村一个知识饱满的一个区域 场域 那也感谢这样一个设计理念呢 让孩子整个充分的运用这个图书馆 能够或坐或握 能够自然的在这边伸展 利用这个空间 然后让他们自由的阅读 我们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 这个地方也成为我们老师聚会 还有发展课程很重要的一个场域 那其实这样一个图书馆 如果在我们需要可以 我相信在别的学校也一定可以成功 因为这是利用两间旧的普通教室 所打造出来一个全新的空间 下课时间一到 许多孩子们陆陆续续到图书馆里 听故事妈妈说故事 市长林志坚也跟着加入 亲切与学生们互动 学生们看到大明星都很兴奋 也抢着跟市长合影 为这趟参访行程画下完美的据点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